今天是 2020年12月10號 也就是我的生日 那我今天其實也沒有上課啦 今天晚上是 停課 那我就來 SOGO 中校復興這邊 來 坐著休息 最近上課有點累了 就是想說 來放鬆自己一下 上課上了非常的疲倦 這邊有這個日式的造景 很漂亮 心情不好就會來這邊啊 總計我從出生到現在 28個年頭 覺得大部分都是在原地插庫 然後 爸爸媽媽 然後 成就也是一直在 歸零 我今年 已經從我 原本做法拍的公司 離開 也不會再回去了 也不會再回去了 談 願望嗎 我認為每年都差不多 都想進步一點 可是到 最後 然後 我又是 一個 循環裡面 好像就是 說 我每年 都很差 然後 沒有什麼進步 然後 最近 在 學Java 沒有什麼精神 就覺得很 枯燥乏味 覺得前途很渺茫 我已經28歲了 實在是也不知道怎麼辦 經營不好 就會來這邊 看看這個 屋頂這樣子 這屋頂有那個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燈光 嗯 其實也不知道說什麼 就是 我也沒有慶祝我生日啊 因為也沒有什麼好慶祝 我 就也沒有什麼 好值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 希望大家能平平安安 然後 也不用送我什麼禮物 距離我生日 結束 差不多只剩下幾個小時了 也想不到什麼展望 因為 也不敢想 求大家身體 健康 凡事 平安 謝謝大家